第四课 爱上搜索 课文一 爱上搜索 什么人一年纸上一天班 还不怕被解雇 网友小鱼收到这样一个 脑筋急转弯的问题 他想了几秒钟 然后开始上网搜索 答案很快找到了 圣诞老人 像小鱼的这种做法 现在很多白领并不陌生 收到猜谜语的短信后 上网寻找答案 逛街购物前 上网比较价格 发现身体不适后 上网诊断病情 只要发现不懂的事情 马上上网搜 不用动脑筋 就能迅速找到答案 这种对互联网搜索引擎的依赖 已经不知不觉地影响着许多人 改变着许多人的行为习惯 有网友说 从早上一睁开眼睛开始 去哪儿吃早饭 坐哪几路车 文案怎么写 作业怎么做 哪个牌子的化妆品更适合自己 还有明星们的八卦 电影里的小细节 身体突然出现的小毛病 甚至是回家路上偶然遇到的那只猫的品种 都成了时下年轻人的搜索对象 不再费力去记忆 不再绞尽脑汁思考问题 不再为一个观点而争论 遇到事情后 打开电脑敲上几个字 让互联网帮助自己 不计 不想 不争 已经是许多都市白领 最普遍的互联网行为 课文二 为什么对网络游戏如此着迷 我之所以这么喜欢玩网络游戏 其实再简单不过了 就是因为它有意思 我想每个人都一样 都需要自我的满足 而我在游戏里就非常有满足感 其他聊天 电影 音乐什么的 也就无所谓了 有的时候我甚至想 只要有一台电脑 我可以和它过一辈子 我经常到网吧来玩游戏 其实就是因为这儿的消费低 现在各种娱乐消费都太高了 动不动就几十块 上百块 相比起来 现在所有娱乐的地方 网吧最便宜 现在的孩子们多可怜啊 他们的课外生活 其实很无聊 下了课 除了写作业 还是写作业 还能做什么 也就是打打游戏 放松一下 这样还免得他们去做别的坏事 没什么不好 学生们喜欢上网 喜欢网游 我个人认为 大概有这么几个原因 首先 玩游戏是孩子的天性 好玩 好奇 好胜 他们在网络游戏中 可以找到自己的兴趣点 通过玩游戏 尤其是过关升级 获得一种成就感 第二个原因呢 可能是学校家庭生活 比较沉闷 压力比较大 他们在网络中 可以找到自己发泄的空间 第三个呢 就是网络是一种虚拟的世界 孩子们可以在里面 尽情展现自己的特长和才华 丝毫不受约束 那么 他们迷上网络 迷上游戏 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不少青少年 其实很值得同情 我也常常为他们感到难过 说实在的 他们迷恋网络游戏 迷恋网吧 实际上 跟我们现在的教育体制 有很大的关系 不能不承认 我们现在 还是一个硬式教育体制 孩子的学习压力很大 在学校 在课堂 甚至在家庭 他们的自由都是有限的 在这个前提下 进入网络的虚拟空间 参与这种游戏 对他们来说 是获得了一种自由 我觉得这是青少年 迷恋网络的一个主要原因 但更重要的是 网络本身的内容 游戏的设计 还有先进的网络技术 这些比我们在学校教的任何课程 都更符合孩子们的需求 这对孩子来说 是一种强大的诱惑力 课文三 网络成瘾 烟酒能使人上瘾 赌博吸毒能使人上瘾 同样 上网也能让人上瘾 网络极大的丰富了人们的生活 面对网上的种种诱惑 很多人 特别是青少年 沉迷在网络的虚拟世界中 不能自拔 究竟什么是网瘾呢 它叫做网络成瘾综合症 又叫病理性上网 上网者由于长时间的 习惯性地生活在网络的虚拟世界中 对互联网产生强烈的依赖 以至于到了不能自拔的程度 不上网就像缺了什么似的 他们可以不吃饭 不睡觉 但是不上网 却无论如何做不到 有的人即使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却仍会继续 那么究竟什么人 才算染上了网瘾呢 一般来说 每天上网时间八小时以上 而且越来越长 自己无法控制 特别是晚上 常常上网到深夜 甚至整夜不睡 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工作 学习和生活 再有就是性格改变 行为反常 比如逃学 说谎 不与人交往 对人冷淡 动不动就发脾气 一关电脑就烦躁不安 等等 这样的人都可以说是 染上了网瘾 来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